我有一个朋友 他非要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队营 我说德国必赢 还好不好群下来了 要不然他就发财了 这都两天了 还没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打算送他一辆车 就是这辆9号UFAY PRO 闺蜜就是这样 又怕他吃苦 又怕他开路苦 你们见到的滑板车 是不是都不能上牌啊 这辆9号UFAY PRO 是通过了新国标认证 上电动自行他的牌照 完全拥有合法路权 工况续航45公里 最高时速25 UFAY既有滑板车的酷萨 也有电动车的使用 座骑的设计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性 这座椅最低能调到680毫米 就算是身材娇小的萌妹子 也能双脚着地 安全感十足 左套手把这里是一个旋钮铃铛 还挺有意思的 右套手把这里有一个定速巡航按钮 在骑行的过程中轻按启动 再次拧电门的时候 或者捏刹车就会取消定速巡航 它的仪表显示速度电量 还有骑行模式 E代表长续航 P代表驻车 D代表骑行 S代表运动这四步模式 作为9号首款坐骑式电动滑板车 它有NFC刷卡解锁 手机APP解锁和密码解锁 各种解锁响应零零 而且还能将NFC信息 写入到手机或者电话手表当中 再不用担心出门找不到钥匙了 右奎车辆整体结构小巧 采用了轻调化碳速钢车架 重量大约为30千克 挪车过砍都很轻松 右奎分两个版本 这款Pro版不仅可以上台 而且还和LifeFriend的联名 外观颜值很绝 另外一款则是标准版 没有上台需求的可以选它 主要区别在于 续航和减震上面 速度也更快一些 最高能达32 德国害我输了200 我劝闺蜜买德国 送个UFIT Pro给她 她应该能原谅我吧